阿這又怎麼回事 怎麼了! 他怎麼壓起來 怎麼了! 怎麼了! 等一下!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喔 阿這個沒有新聞喔 這個怎麼沒有新聞 消防員 是我們國家救命的人欸 是Local Hero的 被蓋掉被蓋掉啊你們都無所謂喔 昨天我跟你講發生什麼事好不好聊天室 我不是上了一支影片嗎 你好我是XX授權的小編 看到這支影片很有趣可以發布嗎 重點是哪一部夾娃娃機 夾娃娃機欸 我比消防人員還重要嗎 夾娃娃機到底對新聞上面有什麼幫助嗎 所以我的新聞是比他們還有價值的就對了是不是 全面跳票之外面對我們消防員的資源安全也全面跳票 接下來我要跟各位媒體朋友們訴說 民進黨政府如何在公會的部分也跳票 我們消除會要求的公會是要有正義權 我們考試院推出來一個公務人員協會裡面的版本 告訴我們公務人員你們要超過400人以上才可以組成協會 這擺明是在瞧不起我們 公務人員協會法裡面還明文草案還規定 有關消防整體執勤安全的部分 不得協商 我想請教一下 那還有什麼東西是可以協商的 縮線的團結權不給我們協商權 甚至連正義權都完全沒有 到底有沒有把基層的消防員 基層的公務員答應為此 為什麼 喔這個新聞沒有播欸 這個新聞沒有播欸 因為播了這個東西 選票快到了 播了這個東西 看到的人 有沒有可能跳票 我們公務人員組公會 這幾年來 這十年來 超過40位的消防員殉職 我們不斷地 不斷地 跟政府 提出我們基層消防員的意見 然而 卻一直被 不管是地方的政府 還是中央的政府 一直大把胡言 一直忽略我們的訴求 在場 欸朋友們可以看到 我們旁邊 圍了一大群的警察 警察 警察 這十年來殉職的人數 也超過了二十幾位 我就現在講講警察 大家還記不記得幾年前 欸他看起來很傷心欸 被刺死 被拿刀活活通刺 在幾年前 他看起來很傷心欸 兩位警察 在追捕同慶犯的時候 被同慶犯直接割好殺掉 現在政府有做這樣的改進嗎 今天我們的消防員們 遇到這種事情 沒有一家 來報 我覺得有點誇張 你們不知道嗎 台灣的民眾 難道不知道嗎 你們不知道在國外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Local Hero 很多的餐廳 他們都寫什麼 Local Hero 打折多少 警察 消防員 就叫所謂的 當地英雄 因為他們在照顧我們 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火災的時候 他們要冒著生命危險 去救人 然後現在 沒有一家媒體 會倒這個東西出來 我覺得非常誇張 台灣的消防員 對你們來說都不是Local Hero嗎 那麽是什麼 整天一堆人 酒駕 根本就不怕警察 警察還要好生好氣 你在美國試試看啊 警察今天明燈 你還敢跟他在那邊 嘻嘻黑黑嗎 你根本不敢 是不是很多人 只會欺負人 只會欺負好人 跟你客客氣氣人 就要被欺負 這就是華人文化 在國外永遠是華人 欺負自己的華人朋友 自相殘殺 我看過太多自相殘殺的華人了 永遠都是華人 反正啊 我在這邊再講一次啊 對我來說 我不知道你們其他人 對我來說 消防員 警察 軍人 對我來說 就是值得尊重的職業 Local Hero 你們說 那個 軍人現在都爽爽的 那你去當啊 你去當啊 你怎麼不去當 這個職業對我來說 就是英雄職業 值得被尊重的 反正今天我覺得很多東西是雙向的 當這些職業的人 他應該要感覺 人民是需要他們的 人民是鼓勵他們的 他們可能為民服務的時候 就更有那種心你知道嗎 人民也就更安全 不是嗎 就是一種雙向的概念嘛 聊天室 所以平常 啊啦 其他國家的朋友 就可以看清楚啦 我們台灣的新聞呢 是不報其他國際新聞的 不是我去夾娃娃啦 或是誰有小三啦 嗯 或者是 買個YouTuber又怎麼樣啦 這樣子 然後我不知道台灣的國際新聞在哪裡 因為在香港呢 我沒有看過其他YouTuber 或其他網紅的新聞 明星的可能在娛樂版會看到 但是頭條一定都是非常國際的 我就問了 任何新聞台 有沒有人爆出這則新聞 雞排妹館長很多人爆 然後不爆這個 是什麼意思 因為你們就愛看那些啊 歸根究底 你要怪媒體還是怪人民 要不然就是台灣人 人民的問題啊 人民家教教育的問題啊 因為他們關心的就是 我在零二搖嘛 對不對 因為今天 我在美國 我跟你講我大部分的美國人 看到一些八卦的東西 在電視的媒體上面 他們都直接轉掉了 What the hell 這個東西就是在YouTube上面看就好了 不需要在電視的媒體上面看 你懂我意思嗎 你自己想想看 你當你的文化 人文素養不夠的時候 何來談民主自由 因為真正的民主自由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它是什麼意思 你只會濫用變成民粹 我會提出我的想法 你提出你的想法 我就會想一下你講的是不是 對 OK 我agree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對 你講的不對 我就覺得說 我覺得好像不是這樣子 這這個叫做討論 你知道嗎 我不能只去怪媒體爛啊 因為媒體上面是堅牽扯的很多 譬如說政治因素或什麼啊 今天你們看了我的台 然後我今天可能做了 林二瑤的動作 然後你的小朋友就學林二瑤 然後你跑來怪我 欸 你怎麼教壞我家小孩 可是你家小孩 應該由你來教他辨別 可不可以做這件事的舉動吧 那你看A片 大家都一直瘋狂做愛就好啦 人文素養 美國人的人文素養 不是每個地方都好 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文素養是全部很好的 但是他們一定達到一個品質左右 人文素養不是說 你今天不會亂吐口水 你知道嗎 我就講了 最基本的酒駕 美國 你把東西攤出來 酒駕 譬如說你選一個州 你覺得這個州的酒駕 一年達到幾樣 台灣 我們就選高雄 就好了 台中 酒駕你再把它調出來 人文素養不是說 欸 我今天嚼口香糖吐在地上 不不不不 是這個意思 我的同學喔 我之前的同學 甚至沒有去過別州 他在歐克拉厚馬 他只有在過歐克拉厚馬 這不代表他的素養低欸 然後 我覺得 我今天只有告訴你們說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沒有逼你們說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我是說 你們覺得是不是這樣 我自己是覺得是這樣子 你們可以自己去想看看 你可以有你的想法 你可以跟我討論 但我覺得 我沒有必要去說服你 你也沒有必要來說服我 或是講說 你他媽的支持誰 你就是個白痴 好了啦 我跟你講啦 很簡單啦 你管他什麼東西 我就是跟你們說 好 抱歉抱歉 我們世界和平一個好不好 不是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有時候要很氣吐吐的啊 我覺得支持不支持誰都無所謂 對我來說有什麼差別嗎 沒有啊 我又沒有小孩 有小孩你們可以自己去想一下 你要怎麼樣為你的小孩 你覺得你的小孩未來怎樣會比較好 啊